OK 很多人都說 嗯 是我們分手 是不是真的 对 嗯 嗯 其实 对我们分手 夜小贤和金刚两人直播中 正式宣布分手 晚间边吃晚餐 边跟粉丝们说明 两人分手原因 但才刚起头 金刚就忍不住泪崩 还觉得说 很坚强 结果还是 对啊 还是这样 但是没有关系 我觉得 谈言没有谁对不起谁 而是双方深思熟虑的结果 证实两人已经分手一个多月了 而原因是因为 两人个性上的差异导致 其实两人在2020年8月 公开恋情后 相处甜蜜 但在去年6月直播时 就曾透露两人私下 其实蛮常吵架的 吵架的时候 吵架会怎么喝的好 吵架 好像也蛮常的 昨天就吵了 昨天为了喝水也吵架 为了生活中的小事情争吵 似乎也埋下两人分手的种子 如今双方交往一年半后决定分开 粉丝也相当关心 金刚在墾丁摆摊卖鸡翅的事业 退回朋友关系 小贤和金刚和平分手后 自称和对方还是好朋友 在相处上能给予彼此更多的空间 直播最后也不忘给对方鼓励 替两人这一年半的恋情 正式划下句点 TVS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